5月27日,一位参观者,在和5G远程控制机器人猜选,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市民观展。中心设计者徐宏伦社。 5月27日,参展商在用5G设备远程操控机器人。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社。 5月27日,一位参观者,在操作AI手势控制机器人踢球。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社。 5月27日,参观者在观看中国移动5G工程机械远程操控挖掘机验室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社。 5月27日,一位参观者在体验中国电信5G运动馆足球项目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社。 5月27日,一位参观者在中国联通5G轻量级演播时体验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 中心设计者瞿红伦社。 5月27日,一位参观者在体验刷链支付购物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市民观展。中心设计者瞿红伦社。 5月27日,无人驾驶汽车亮相桂阳2019书博会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瞿红伦社。 5月27日,无人驾驶汽车亮相桂阳2019书博会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瞿红伦社。 5月27日,参观者在参观中国通信服务应急测试无人机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设。 5月27日,参观者在排队体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设。 5月27日,参观者排队进入2019术博会展馆。 5月26日至29日,以创新发展,述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桂阳启目,吸引民众观展。中心设计者贺俊仪设。 5月27日,以创新发展,连说未来为主题的2019,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会展现。